正在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上海需要更多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昨天俄罗斯上海州活动在圣彼得堡圆满结束 为期十天的活动不仅促进了上海在圣彼得堡和旅游经贸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也加深了两十人民之间的友谊 红红的灯笼 喜庆的中国节 圣彼得堡市中心的花园小街被中国元素点缀得喜气洋洋 而转刻印章 兔子灯 唐人等上海民间艺人的精湛手艺 更是让圣彼得堡市民看得眼花摇乱 在花园小街同时举行的民间歌舞表演也让不少观众流言忘返 不少人在台下还跟着扭起了秧歌 海派风情感染着圣彼得堡 这里的人们也在短短的一周多时间里 对自己的姐妹城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两市领导会晤 两市议会交流等高层之间的接触 为两座姐妹城市之间的友好往来奠定了深厚的接触 一系列的展览 艺术表演 为圣彼得堡市民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 了解上海的窗口 而经贸论坛 教育论坛的举行 则为两市加强经贸往来和教育合作搭建了桥梁 据了解 光是出席经贸论坛的俄罗斯企业家 就超过了当初预计的一倍 他们对经贸 旅游 世博商机等表现出了极大兴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